1994年从乡下来到首尔上大学的男孩三坚普 刚下火车就迷失在城市诸王密集的地铁线路里 尽管他对和宿老板娘信誓旦旦的保证不必打出租车 自己会乘坐地铁顺利找到地址 但结果还是被困在了地铁站里 三坚普小心地听着每趟地铁的爆站 发现根本没有目的地新村和宿的名字 他觉得自己就像个无头苍蝇 不明白怎么做再怎么行动也是到处碰壁 这时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问路 繁华而时髦的首尔像个华丽的八音河 住在这里人们也像是上了发条的精致小人 在八音河里来去匆匆不多停留 因此问路没有三坚普想象中的困难 被问的大叔果团告诉他 去新村和宿需要中途换城 三坚普继续踏上旅程 按照大叔的提示 懵懵懂懂的在宛若迷宫的地铁站里 摸索着回家的路 终于顺利来到幻城站 三坚普在买票前可以练习了首尔的口音 但一开口还是被售票员听出是乡下来的小子 近站验票机对他来说也是新奇事物 三坚普观察着别人怎么做 可自己塞进的车票却怎么也没有从另一端吐出来 他下意识拿走别人的 却被身后男人追回 三坚普手足无措的站在原地 浑身上下透露着乡下人的气息 好不容易出了战 三坚普又开始分不清南北 他问了路边正在抗议游行的男孩 对方只是大概指了一个方向 三坚普绕了好几遍 最后又回到原地 此时游行男孩顺手把反对国家的宣传单塞进他手里 这时的三坚普只顾着郁闷 哪里知道这是什么烫手山芽 将传单收起来后 他终于决定放弃寻找 打车前往新村合宿 时间已经很晚了 老板娘纳静妈妈又接到三坚普妈妈的电话 关心儿子有没有顺利抵达 一旁的爸爸不禁猜测 这会儿还没到 怕不是出了什么事 说完又想起自己的女儿纳静 他也还没回家 不知道在哪里撒野 纳静是严氏大学的一年级新生 疯狂地迷恋着校篮球队的哥哥们 今晚他没有回家 还是和朋友们躲在便利店里吃泡面 为的就是等待最喜欢的校队成员尚敏出现 用好不容易跟爸爸进来的相机 拍几张亮照回家收藏 坐在纳静旁边的 还有一个气质阴郁的女孩润真 润真也住在新村和宿里 是个追星女孩 但她喜欢的是某个当红歌星 今晚蹲在这个便利店 也是想拍摄偶像的照片 夜晚九点 纳静爸爸和载俊正在看电视 邻居来敲门 声称家中有高三生 不要扰迷 被教训一通的爸爸和妈妈脸色不悦 觉得首尔人真胆尖酸刻薄 载俊和纳静一直兄妹相称 从小到大载俊都有垃圾 这个外号是因为载俊总是活得 随意不羁不羞蝙蝠 喝过期结块的牛奶没有感觉 坐在滚烫的土豆上也毫无感觉 就连穿了很久的内裤都懒得换血 还要纳静亲自动手扯下来拿去清洗 眼看时间越来越晚 三千仆还没到家 爸爸不放心准备出门看看 这时屋外又响起邻居的敲门声 不知对妈妈说了什么 让她陷入了沉默 爸爸只觉得首尔人又在找茬 妈妈咧咧地输出了一通 结果妈妈回答 邻居提醒她下雨该收衣服了 这句话让爸爸有些吃惊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原来妈妈的沉默并非被针对 而是得到邻居的善意后太过心血 一时还在缓冲情绪 回过神后 妈妈开始翻着储藏的粘米 准备明日给邻居送权 这时爸爸接到警局电话 三千仆居然被抓了 原来她刚下出租车 想要给纳静妈妈打电话时 就被巡警盯上 查询身份信息 三千仆在掏身份证时 不小心把抗议传单翻出来 被勿认为游行分子惨遭带走 爸爸立刻赶去警局领人 他记下妈妈告知的外星描述 三千仆妈妈生成儿子长得像张国荣 来到警局 爸爸立刻询问张国荣在哪里 警察指了指三千仆 爸爸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两人除了一样拥有五官 其他的半点也不相像 回家后 妈妈和纳静也被吓到 期待一久的张国荣 其实只是个长相老成的男学生 但三千仆已经很累了 简短问候完就回到屋里休息 他的被褥是妈妈从乡下寄来的 看着就无比温暖 坐在被子里 三千仆心中有些失落 初次接触首尔 三千仆觉得这个地方温暖又冷淡 热闹却又寂寞 是令人捉摸不透的城市 其实纳静一家人 也是一个月前从外地搬来的首尔 陪伴孩子们读书的同时 还开了一间和宿 牵纳许多来此的异乡人 其实屋子里每个人 都还在学着适应这里 未来几天 三千仆深深体会到了 和宿生活的尴尬 他早起后在厕所冲早 室友海太和载具 陆续推门而入使用马桶 丝毫没有顾及他一丝不挂 更夸张的是 连纳静也静自走进来 还帮睡眼迷蒙地再去冲厕所 三千仆只好委屈地缩在浴缸里 性格老实古板又内向了他 根本适应不了 这种隐私全透明的生活方式 终于在某天 他打听到屋子里还有个单人间 于是提出想要搬出去 不想和海太同住 说起这个单人间 妈妈就满腹牢骚觉得这间屋子的风水不好 近吸引稀奇古怪的租客 每个人没住多久都会被爸爸赶了出去 但三千谱还是晚了一步 妈妈昨天就把单间租了出去 因为觉得这次租客看起来还挺正常 这几天纳静的腰痛病犯了 原来前几天 他去看了大学男子篮球联赛 在观众席上情绪激动 和最后他喜欢的校篮球队大败 纳静也因为太激动闪了腰 如今他只能躺在床上 被再俊照顾着 睡前三千谱给妈妈打电话 刚说完自己和室友关系融洽 转头就因为海太玩电脑太大声 而爆发争吵 隔天饭桌上 爸爸和妈妈担心着纳静的未来 为了追星而上了腰的女孩 将来能嫁给谁 突然妈妈提起 隔壁楼也在开合宿的老板 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法大毕业的租客 不如两人也开始未雨绸缪 物色一个最优秀的和室生 作为女婿给纳静留着 说完夫妻俩开始盘算着 目前住在家中的男孩 这时海太入座 爸爸妈妈开始打听他的家底 得知海太家经营公交公司 是个不折不扣的富家公子 妈妈喜笑颜开 不一会儿三千谱也走来 反而又问起他的家境 没想到三千谱家是个海产大户 每次海埔用的邮费都是天价 也是个有钱孩子 妈妈见两人今天全都打扮得十分帅气 疑问之下得知 原来今天他们要和舞蹈戏的美女们联谊 经过抽签配对后 海太和三千谱都找到了约会的女生 四人坐在一起闲聊 海太开始大爆三千谱刚来城里的丑事 两个女孩全是首尔本地人 居然觉得这些事十分好像 意外活跃的气氛 点餐时两人来到前台 他们虽然有钱但在乡下从未吃过这种羊快餐 只凭着直觉点餐最后买了成堆的甜品面包 就像乡下整盆了土豆 让首尔女孩目瞪口呆 第一次约会联谊就这样没有了后续 腰伤在身的纳静这天独自在家 靠爬行点了外卖后 他就着篮球比赛狼吞虎宴 结果一阵浮痛 前往厕所时 无形再次摔伤 二次叠加了伤害 让腰伤加重 纳静被送去了医院 夜晚他被腰伤折磨得辗转反侧 只有在医院实习的载郡走进来 将纳静拥入怀中 唬他入睡 其实载郡并非纳静的亲哥哥 而是青梅竹马的玩伴 直到某天纳静的亲哥哥不幸离睡 载郡变成了纳静的哥哥 纳静从小一直有个愿望 那就是和哥哥结婚 几天后 纳静腰伤痊愈 一回到家就开始放纵 把自己喝醉 盼着纳静醉眼迷蒙 海泰立刻拾去地拉着三千谱离开 原来纳静一喝醉就会变成狗 四处咬人 于是客厅里就剩下载郡一个受害者 纳静死死咬住他的嘴唇不放 虽然剧痛难忍 但双唇的触碰 还是让在俊心中对于纳静的感情 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隔天饭桌上 妈妈介绍了单间新来的租客喜滋滋 同行的还有他的堂兄七峰 热衷棒球的爸爸一眼就认出 七峰就是有名的天才高中投手 随着七峰和喜滋滋入座吃饭 爸爸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他们 对这个男孩的喜欢异于言表 这时在俊一走来 匆匆吃了一口饭 和租屋里的五个男孩就这样齐聚一堂 而他们之中的某个人 正是纳静未来的丈夫 这天饭桌上 纳静被妈妈使唤 去楼上叫醒还在睡觉的载郡 按照载郡的性质 没人喊他起床 他就会睡到天荒地老 纳静来到载郡的房间 他并没有马上叫醒 而是坐在椅子上 静静地看了好一会儿载郡的睡颜 等到看够了 纳静扑到床上进行叫醒服务 随之载郡一把将他拉进被子里 并在里面放烟雾袋 整股纳静 经受毒气攻击的纳静 骂骂咧咧地回到客厅 正巧又接到载郡女友的电话 他不满地回到载郡房间里 故意对话筒对面的女友出言不敬 载郡连忙读过电话 轻言软语地安抚女友 声称刚刚那个没教养的孩子 这是妹妹 挂断之前还对着话筒吻别 被迫吃下一嘴狗狼的纳静 心情更加不爽 一双睿眼仿佛要把载郡刺穿 不过载郡及时转移了话题 让纳静帮忙给自己录制呼吸的问候语 载郡不想录制本人语音 想要录一段曲子 于是两人挑选了一首流行曲 设置好录音选项 开始对着收音机录制 可过程一步三折 不是载郡突然说话 就是三千谱 喊两人吃饭 载郡觉得实在麻烦 索性放弃录个 乖乖录制个人语音 几天后 岩氏大学的新生们举行集体旅行聚会 在郡这个前辈也有参加 聚会上几个首尔本地学生 对纳静海太三千谱 这些乡下人展露出浓厚的兴趣 字里行间都在嘲笑着 他们的说话习惯和乡土思维 新班来的喜滋滋 今天缺席的聚会 理由是不喜欢人多热闹的地方 正好今日 他和七峰也有其他约会 要去往江南一趟 爸爸和妈妈便趁着外出下馆子机会 顺道在他们一程 途中爸爸看见两人穿的西装革履 并打听他们要去江南做什么 七峰犹豫片刻后 说去参加母亲再婚的婚礼 这句话一听就知道 背后有复杂的家庭故事 纳静父母只好事事闭嘴 这时爸爸因为偷喝了妈妈的补品 急着想要上厕所 在首尔长大的七峰立刻开始指路 帮爸爸寻找着公厕 然而爸爸在车水马龙的高架桥上十分紧张 一连错过了好几个右管分岔道 错失了上厕所的好机会 看着车辆越开越远 妈妈查看地图 感慨着再走一段路 就要到纳静集体聚会的地方 最终爸爸将车停靠在路边 闯进一栋楼里寻找厕所 谁知这里的厕所居然全都上了锁 等待爸爸的时候 妈妈对戚风表示道歉 见过他们这么一闹 他们两人肯定会缺席婚礼 七峰十分懂事 安抚妈妈没有关系 也许母亲压根就没发现 自己没有出现 妈妈不相信 世界上会有如此凉薄的母子关系 于是借出自己的呼吸 强势要求七峰去联系妈妈 七峰只好扭捏地来到电话亭 刚拨通母亲的号码 七峰就听到她的问候留言 先是感谢了送上结婚祝福的朋友 在末尾时 母亲居然提到了自己 称她为最珍贵的儿子 这句话让七峰的内心像是冰雪出容 对母亲再婚的怨恨慢慢消减 她对着电话留言 为之前与她争吵的世道歉 最后七峰还是祝福妈妈 能够幸福 不要和新婚叔叔吵架 拨掉电话 感性七峰立刻被一阵水柱生下的 原来爸爸没有找到厕所 只能在电话亭边上就地解决 今晚纳金和朋友们玩游戏喝酒 喧闹散去她来到公用电话亭 给在俊发了一通呼吸留言 谎称自己身体难受 想见到她 但此时在俊和朋友们玩得正欢 根本没注意到呼吸信息 一直到临睡前 纳金都在翘首以盼 可直到睡着 在俊都没有回应 隔天醒来 纳金的心情十分低落 她独自一人沿着山路散步 抒发内心的苦闷 这时一辆车冷不丁地跟在她身后 纳金一回头 司机居然是载俊 载俊招呼她上车 哥哥送她下山 可纳金还是对载俊误回信息耿耿于怀 文言载俊回答 昨晚她把呼吸弄丢了 不然怎么会不理妹妹 载俊的解释 让纳金的心情有所好转 却不知下一秒又掉入了黑洞 原来她看见载俊准备好了鲜花礼物 一问之下是为了和女友去过白色情人节 今晚还准备不回家 纳金气得不想说话 可载俊什么都没有察觉到 见她不愿上车 便脱下外套给纳金披上 一踩油门留之大吉 纳金欲哭无泪 她隐秘的情感 要何时才会传递到载俊的心中 夜晚回家后 纳金一直心情低落 直到传来载俊回家的声音 她才恢复一些精神 维可来到客厅 只见载俊把给女友的礼物 原封不动地拿回来 全都送给了纳金 纳金有一个预感 载俊和女友一定分手了 纳金记得载俊的呼吸密码 于是悄悄登陆查看 果然有一条女友的留言 确认了两人分手 这一刻 纳金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一脸温柔地来到载俊房间 对她说了晚安 没有人知道 她正在经历着初恋 这天晚上 齐峰在百货商场里买了哈米瓜 带给纳金一家人品尝 这样爸爸妈妈惊奇不已 因为不管是吃哈米瓜 还是在百货商店里买水果 这两种行为 都是乡下人从未做过的事 聊天的空当 爸爸问起喜滋滋 有没有好好上学 喜滋滋有些心虚 但还是回答着 有在好好学习 喜滋滋考上的是伊达 是在俊的学弟 但她自己似乎 不太喜欢这个专业 这是纳金顺口打听 在俊在学校里的人气 喜滋滋回答 她是有魅力的男人 很受女孩的喜欢 只要纳金和妈妈 都觉得不可思议 不一会儿 海太和三千普 慢慢地回到家 今晚他们去了摇滚吧 想体会一次 首尔的时尚前沿 结果因为三千普 穿得过于正式 被赶了出来 坐下后 海太也吃起哈米瓜 同样也因为 她是从百货商场里 买回来的而惊讶 但更惊讶的是 听到戚风平淡地 说出爸妈离婚 母亲最近再婚的消息 她不由地举起大拇指 看来首尔新潮的 不仅是时尚 还有人生尺度 明日爸妈要回老家一趟 给和素生做饭的工作 就落在纳金身上 何天一大早 纳金就起床 谁知一进厨房 就看见 锅里已经在烹饪米饭 原来是在俊做的 不仅如此 她亲自开车 送爸爸妈妈离开 把一切都安排得 井井有条 根本不像平日里迷糊随意的模样 纳金只好去清洗碗筷 但沾满泡泡的手 难以打开水龙头 这时 在俊从身后帮她打开 接着亲密地抱着纳金 开玩笑夸赞 纳金成熟董事 不如以后嫁给自己 这些戏言 让纳金鼻子一酸 她多希望 在俊说的是真的 最近 首尔某地发生一场火灾 这让远在家乡的海太妈妈 十分担心 总是打电话来 嘘寒问暖 但海太并不关心 一心只想再次混进摇滚吧 可酒店人员以满座为借口 再次把两人拒之门外 幸运的是 两人遇见了同系的首尔人小泰 在她的带领下 这才顺利进入酒吧 这一天 纳金都在家中忙前忙后 刷完所有人的鞋之后 她又开始拖地 打扫屋子 纳金似乎很担心纳金 不断找借口 往家里打电话关心 原来这一天 是纳金亲哥哥的忌日 晚饭时海太和三千 不过到家 纳金提醒海太 新闻里播出 她老家发生了爆炸事故 最好给妈妈打个电话 询问平安 海太立刻疯狂地拨通电话 只要没听到妈妈的声音 她就十分不安 这一刻 海太终于理解 妈妈之前关心自己的心情 接通电话之后 她的每句唠叨 都显得民族珍贵 再去回家后 发现纳金一直戴着帽子 心情有些低落 再去立刻让纳金去休息 并命令戚风和喜滋滋 饭后记得刷碗 爸妈祭拜完亲哥哥 从乡下回来 沿途还买了炸鸡 给和宿的孩子们吃 戚风最近也一直留在这里 并且渐渐喜欢上了这群 来自乡下的好朋友 和城里人完全不同的言行 让戚风觉得十分淳朴有趣 今天戚风刚学会 一个乡下礼仪 那就是可以喊朋友的妈妈 为妈妈 戚风立刻有样学样 来到纳金妈妈的房间里 喊了一声妈妈 但这声呼唤 却让妈妈更加思念 早逝的儿子 夜晚 纳金和妈妈躺在一起 询问哥哥还好吗 妈妈回答 墨地边繁花盛开 哥哥一定在欣赏美景 文言纳金流下了眼泪 埋在妈妈怀中 低声哭泣 突然他想起 童年时候 自己有一个喜欢的海狗玩偶 这个娃娃又放在哪里 妈妈说着 在亲哥哥离去那天 纳金就把海狗玩偶送给他 陪伴哥哥一起去了天堂 谁知纳金刚回到房间 却发现地上放着一只 和小时候一模一样的海狗玩偶 纳金知道 这一定是在俊拿来的 只有他最了解自己的心思 只想自己所有的悲伤和渴望 在这份感动之下 纳金终于忍不住 冲进在俊的屋里 对他告白 只见在俊愣了呢 随后开始掐着纳金的脸颊 大笑着 今日是愚人节 他险些被纳金骗到 纳金恍然大悟 悲弃地看着墙上的日丽 他鼓起勇气地告白 就这样被一个理所应当的理由 化为乌有 今天的饭菜额外丰盛 因为和苏生的家人们 都从老家进来了许多土味特产 妈妈立刻下厨烹饪 给大家加餐 这回轮到戚风大为惊叹 生活在手玩 也不能吃到如此新鲜美味的食材 在随后的闲聊时 纳金得到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同为体育圈人士的戚风 居然认识了他痴爱的篮球队员 尚敏哥哥 知道纳金是尚敏的粉丝后 戚风立刻拨通篮球队电话 让尚敏来听电话 随后把话筒递给纳金 偶像的声音就在耳边 但纳金却紧张得无所适从 害怕得落晃而逃 今天戏里有一场足球赛 纳金想要在军也来参加 可是今天一愿事务繁忙 在军只好婉言拒绝 还不忘抱怨自己的拖头主任 随之一转头 主任就站在在军身后 场面十分尴尬 足球场边海泰和三千谱 说起之前 一大在足球赛里取得了 很好的成绩 在军也是上场选手 居然踢进了两个球 幸好他忙于实习并未参赛 否则一大又要获得胜利 另一边被困在医院里的在军 确实也渴望上场比赛 忍不住把喝完的牛奶盒当成球 一脚踢进垃圾桶里 今天主任研究的病人 是个病入肛肓的女人 可怜的是 她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因为太小 他们对妈妈的疾病毫无概念 妈妈即将离世 可他们还在沉迷游戏机 主任也无比唏嘘 对三位实习生提问 如今要怎么办 其他两人没理解主任的意思 误以为主任在心疼孩子们 只有在军的回答 是说出今后的确切治疗方案 在军清醒的头脑 让主任刮目相看 顿时忘了刚才她还在电话里 怒骂自己的仇怨 因为对在军的回答满意 主任今天网开一面 准许实习生下午放假 在军立刻回家换了衣服 准备前往足球场 出门前她察觉到 喜滋滋正窝在家里 身为社恐的喜滋滋 向来都绝缘笑脸活动 但这一次她遇上了在军 想逃避是不可能的 说完在军就把喜滋滋 扛在肩上强行带出门 纳静和海太等人所在的公科系 见到在军这个猛将缺席 摩拳擦掌的想要赢下比赛 可刚说完就看见在军搭步走来 作为一大的明星 在军身边满是拉拉队女孩的仰慕 期待着能帮她拿着脱下的衣物 可在军根本不看那些美女一眼 直接越过一大的观众席 把衣服和手表都丢在纳静身上 这一举动简直完美满足了纳静的少女心 比赛开始 海太和三千普作为临时替补球员上场 可没踢几脚 两人就捂着臀部 频繁出入厕所 不仅是他们 和宿里的人除了在军和瑞珍没有异样 其余全都是抱着马桶赌过一整天 不知道是中午的大餐里吃坏了什么东西 夜晚在军回到医院 在走廊上和病人的两个孩子玩了起来 不远处病人看着在军能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于是提出一个不情之请 让他在自己死后委婉地转达孩子们 自己已经离开的事实 这个请求让在军觉得责任重大 一晚上心神不宁 和宿楼里的腹泻大队终于暂停一会儿 大家晚上只能吃点青粥 席间大家一言我一语 想要找出是哪道菜出了问题 和队到了最后 一致认为是瑞珍家寄来的烟螃蟹有问题 妈妈知道瑞珍一向沉默寡言 不想伤害到她的自尊 来忙辩解着绝不是烟螃蟹 喜滋滋也声称在军吃得最多 但一点事都没有 不懂察言观色的三间谱 还是坚持是烟螃蟹有问题 在军没事 是因为他是大名鼎鼎的垃圾哥 肠胃早就经过千锤百炼 这时大家看见电视上有戚风的比赛采访 当着全国直播 戚风也难忍腹痛 捂着臀部跑下球场 这让大家更加肯定是烟螃蟹的问题 连妈妈都不再否认 然而这时在军提出一个关键性证据 爸爸中午并没有吃烟螃蟹 但也在拉肚子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却是如此 被冤枉的瑞珍突然一阵伪决 扑了出来 后来妈妈才发现 原来是家里的饮料换了 这才导致了大家拉肚子 海泰要求三千普对瑞珍道歉 强行把他推进瑞珍的房间 三千普只好说了对不起 但好在瑞珍并不在意 只是在小心包装偶像送给他的 喵翠角 丝毫不懂看颜色的三千普 以为两人的矛盾已解 自来熟的吃起桌上的喵翠角 只要平静的瑞珍瞬间暴怒 用最恶毒的言语 开始辱骂着三千普 经过一晚的思考 在军并没有想出 委婉告诉孩子们的说法 同时他也觉得不用如此 无论怎么说都好 病人眼下最应该做的 就是让孩子们深深记住妈妈的模样 等到多年后他们长大 能够准确回忆起妈妈的脸 就是对心灵最大的安慰 纳静的腰痛又犯了 他勾搂着身子来到客厅 寻找自己的腰带 这时戚风主动提出 把自己的腰带借给他 还学着棒球队队一的样子 帮纳静进行按摩 戚风的按摩手法不错 纳静觉得他不打职业棒球 去当个按摩师傅也不错 在活动腿部时 某一瞬间 戚风和纳静的距离靠得很近 这让两人一时有些失措 戚风连忙转移话题 浪漫的气氛很快就消失无踪 因为戚风接下去的按摩中 纳静连放了两个烟雾弹 爸爸发现 最近妈妈的情绪不稳定 总是在暴躁易怒 和多愁善感间来回切换 生理期也迟迟不到 宰静知道这是更年期的症状 还嘱咐爸爸要对妈妈好一些 爸爸回头立刻泡了饮料 给妈妈送去 还转过了纳静 绝对不要惹妈妈生气 可父女两人再小心翼翼 和素的孩子们却全然没有自知 那竟发现 妈妈越是尽心尽力地照顾每个人 原本应该存在的距离感和尊重 便会慢慢消失 大家会在不自觉中 把这份付出当成理所应当 于是便出现了 三千谱毫不客气地 要求妈妈帮她运烫衣物 妈妈和喜滋滋父亲通电话 多说了她的情况后 被深深埋怨 诸如此类的事越来越多 终于在某一天 妈妈的情绪爆发 整个人都陷入了消沉之中 爸爸只好带她出去旅行 散散心 希望能让她开欢一些 尽管爸爸离开前 千丁万主 不让纳静和在俊喝酒 可大人不在家 孩子们根本就受不住约定 当晚就围成一团 一边喝酒 一边玩起大冒险的游戏 芮真因为妙脆脚的事 和三千谱水火不容 见面就冲突不断 打打出手 连在俊都提醒两人 适口而止 才这么打下去 就会打出感情来 事实证明 连上天都在暗自 拉近两人的关系 今晚的大冒险 几乎每一局 中奖的都是他们 大家要求两人互相亲碗 芮真和三千谱 自然不可能做出来 于是一整晚都在喝酒 游戏玩到尾声 每个人都醉得不省人事 有一局开始 中奖的人是 在俊和喜滋滋 在俊十分放得开 自觉不能再喝酒 于是捧着喜滋滋的脸 与她接碗 这一吻让喜滋滋清醒了过来 久久都没回过神 这时海太张落着最后一局 抽中了娜静和七峰 这时大家眼睛都已经睁不开 七峰立刻凑上前 吻着娜静的唇 娜静毫无反应 或许已经进入了梦乡 只有在俊看着七峰 深情一吻 脸上若有所思 她似乎察觉到 七峰喜欢娜静的秘密 第二天 爸爸妈妈履行回来 妈妈的情绪依旧低落 她为老去的年华叹息 停掉的生理期预示着 今后她不再身为女性 只是单枯垂暮的老人 但爸爸的安慰 让妈妈又重拾了信心 即使年华不在 两人间还有夫妻的情意 妈妈永远是自己 最温柔美丽的妻子 爸爸尤其嘱咐 往后不要操持太多杂事 让心情保持愉快就行 于是此后 每当三千谱抱怨妈妈 没有帮她运衣服 或是喜滋滋责问妈妈 是否又和父亲打电话时 都被爸爸历声何耻 被骂的几人 似乎也意识到了错误 纷纷闭嘴噤声 在妈妈生日那天 几个合宿的孩子 一起给妈妈买了个戒指 还留下一封信 为之前的不懂事道歉 称妈妈永远都是 他们所敬爱和依赖的长辈 妈妈含着眼泪戴上戒指 心中的郁节 仿佛瞬间被清空 隔天爸爸带着妈妈 去医院做更年期检查 令他们吃惊的是 妈妈的症状根本不是更年期 而是再次怀孕了 这个老来子 连医生都称为上天的礼物 妈妈更是感动得眼面哭泣 前段时间 再俊和七峰各自有事出国 回来后 再俊给妈妈带了两盒 不知道哪里购买的杂牌彩妆 而七峰则带了名牌香水 还给爸爸买了昂贵的洋酒 这样夫妻两人的偏爱 高下立判 尤其是爸爸恨不得 将七峰现在就说为女婿 只有纳静被再俊买的棉花糖打动 因为纳静曾说过 自己最喜欢吃这种棉花糖 世界杯比赛开始 全民都在关注这项赛事 何素龙里也不例外 大家都从梦中醒来 围在客厅开始观看 其中步伐有继续进入梦乡的人 但无所谓 只要大家都聚在一起 就是最美好的时光 放假时间 纳静外出兼职 不然七峰发来传呼 要在他打工的汉堡店里 预定50个汉堡 纳静自然开心不已 因为前一刻 他才和同事小哥谈论起七峰 看着小哥露出羡慕的神色 纳静才知道 七峰在棒球场上的名气 远比想象中更大 很快纳静就和小哥 提着外卖来到棒球场 队员们一个个来到场边 拿走汉堡饮料 和偶像们的近距离接触 让同事小哥看得如梦似欢 这时男主角七峰出现 他裸着上身 一边肩膀缠着绷带 七峰身上的荷尔蒙气息 让纳静有些手足无措 七峰一边看着汉堡 一边邀请纳静晚上一起回家 无论纳静多晚下班 他都会在店门口等待 纳静有什么理由拒绝 他笑着目送七峰回到球场 纳静刚走 队里的猥琐前辈就找到七峰 对纳静满口无言论语 还想让七峰把漂亮妹妹介绍给他认识 这让七峰内心憋着一股怒火 只好把愤怒都灌注在下一个头球上 直接把猥琐前辈打倒在地 但七峰也为此遭到前辈的痛打 和纳静一起回家的路上 拨着一条腿 纳静想看看七峰的头球究竟有多厉害 于是指着马路对面的一个饮料罐 让七峰击中 七峰在动手前提出 自己若是打中 就让纳静几天后来到赛场给自己的比赛加油 结果自然是七峰轻易地打中了罐子 今年的夏天尤为炎热 三天谱和海滩争抢一个风扇 瑞珍直接把自己塞进了冰箱 喜滋滋则用冰块水泡脚 爸爸妈妈来到路边打地铺乘凉 邀请载俊一起来吃水果 载俊随手套上一件短袖 这件衣服正是喜滋滋送给他的 上次大冒险那个吻后 喜滋滋似乎对赛俊萌生了别样的感情 夜晚纳静回到家 看见爸爸妈妈居然躺在家门口乘凉 觉得十分不雅观 像个乞丐 但一眼望去 整条街上的邻居全都带着一家人坐在门口 纳静只好逼得嘴 这时赛俊也自然地在门口躺下 纳静这才打笑了偏见 躺在哥哥身边 赛俊提出明天带他去联谊 出席难事虽然不是首尔人 但全是地区富二代籍人物 纳静还想问些什么 却被载俊搂进怀里 闭上眼一起入睡 隔天纳静和三个美女在休闲吧等待 不一会儿 载俊口中的富二代们出现 一亮相就让美女们集体灭灯 不仅长相五大三粗 品味城乡结合 说话更是粗鲁无比 纳静全程用犀利的眼神怒视着载俊 另一边爸爸妈妈在炎热的家中 还不忘关心那些踏上回家旅途的孩子 润针和海太的家相隔不远 两人很有缘地乘坐同一辆大巴回家 自来熟的海太主动坐在润针身边 还倚着她的肩膀入睡 头水流了一地 让润针十分无奈 休息站下车时 海太点了一碗面条 电视上播出了国际大新闻 把海太看得无比入迷 过了很久才回过神 自己还要回到大巴上 海太连忙跑出餐馆 发现润针正在和司机对峙 他为了不让司机丢下海太 抢走了车钥匙 润针的仗也让海太有些感动 把手里的冰棍分给他一半 然而润针却一脸不屑 三千谱和一个带着孩子老人家临坐 孩子一路上吵闹不休 来到中途休息站时 也获骗子上车推销手表 三千谱热情地买下一块表 但没过几秒就发现被骗 而喜滋滋并没有回家 来到了学校申请休学 他不想继续读一大专业 地狱班的连夜终于结束 纳静连忙赶去七峰的比赛现场 赶到时比赛已经开始 七峰的目光一直在观众席上搜索 直到看见纳静的身影 浑身又充满了力量 果断地将对手三阵出局 获得胜利 比赛结束后 七峰特意来到场边 将自己获得胜利的棒球 送给纳静 虽然七峰没有说话 但眼神中的温柔和爱意 完全藏不住 妈妈怀孕之后 变得异常娇贵难伺候 爸爸只好咬牙买了一台奢侈的空调 没想到这台空调就像是香伯伯 把几个已经回到老家的孩子 又吸引了回来 夜晚整栋楼的孩子们 都在客厅打地铺 一边听着夏日的访播 一边吹着凉爽的空调 甜美的入睡 草地上和素生们开始聊天 问起全世界只剩下纳静和润真 两个女人 男生会选择谁 因为同城大巴的情谊 海太自然选择润真 细字字和三千谱选择纳静 轮到载俊时 他想了想也选了润真 谁知这通玩笑话 却让纳静无比在意 趁着载俊中途去回电话的空当 他跟了上去 重新问了一遍这个问题 倘若世界上就剩下自己和润真两个人 载俊会选择谁 载俊捏着纳静的小脸 哄孩子似的 回答自然是纳静 可纳静还是哭了出来 重重地踢了载俊一脚 他的感情细胞愚钝不堪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答案对纳静的分量 某天晚上 海太在药店购买成人用品时 被润真撞个正招 或许是因为心中对润真略有好感 润太显得十分心虚 一路上都黏着他 想要解释 并不是自己想用 只是想了解保健品之时 但润真满不在乎 只是让海太坦诚一些 大学生购买成人用品并不丢人 然而事实上海太没有说谎 他不甘心被润真误会 于是一路吵吵嚷嚷着回到家 让其他人都化身吃瓜群众 聆听着两人宛若情侣吵架的画面 这天晚上 一群人围着电视正在看惊悚片 纳静的反应尤为激烈 紧紧抱着隔壁戚风的手臂 看见自己能被纳静倚靠 戚风心中十分暗血 然而在俊回家后 被纳静一味的角色 马上换成了他 戚风脸上有些不甘的小表情 由于剧情太过可怕 三千普借口去上厕所 谁知刚蹲上马桶 大楼就停了电 却在客厅里的人 纷纷拿出打火机 并没有多惊慌 只有在厕所的三千普 惶惶不安不敢动弹 还以为是朋友们的恶作剧 倔强地等着他们打开灯 然而客厅的人 早已打开使用电池的收音机 听起了夜间广播 电台主持人 播报了停电事件后 又说起单相似的话题 让此刻身处黑暗中的听众们 不妨看着心爱的人 试着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 文言棋缝目不转睛地看着纳静 而纳静却转过头 看了身边的载郡 笑得十分甜蜜 今晚过后 纳静决定向载郡告白 她不停地练习着表白的话 还拿起载郡的照片亲吻 谁知这幅花痴模样 正好被润真看见 纳静只好对她坦白 谁知润真早有察觉 平日里 纳静看着载郡的眼神 就充满了爱慕 对此 润真只有一个建议 喜欢就尽快表白 不然被别人抢走就追悔末期 说完润真拿过手机 让纳静现在就告白 可纳静还是没有勇气 推托着洗完澡之后再告白 今日 润真母亲从老家来到首尔 润真并不知道母亲抵达的具体地点 因此去做别的事耽搁了 三千普正准备进行外出骑行时 接到了车站工作人员的电话 声称润真的母亲已经等待了好几个小时 让润真同学快起来接她回家 三千普和润真的关系并不亲近 薪酬旧恨不断 但这一回 她却对润真母亲的事十分挂心 不仅给润真发去传呼信息 还改变迄迹经路线 直接来到车站陪伴着母亲一起等候 等到夜幕降临 润真才收到信息 匆匆赶来 用手语和母亲交流 看着坐在一旁的三千普 以及那些用纸条交流的对话 润真心中柔弱了一面 突然被触动 恋爱的萌芽 就是从这样的小触动而展开 彼时的润真和三千普 不会想到 未来两人会成为一对夫妇 在家酝酿了一天告白的纳静 终于在夜晚准备行动 可以看见再聚 她心中又打起了退堂鼓 正小妈妈喊着吃西瓜 纳静安慰自己 或许吃完西瓜就有勇气告白 一转身她接到七峰的电话 电话里七峰并无大事 随意和纳静闲聊了一番 挂断后她也信有余悸 原来七峰也和纳静一样 正在酝酿着告白的话 环环相扣的单向恋情 在这炎热的夏日夜晚 默默地暗流涌动 又是一个停电夜 和宿生们又坐在客厅里喝酒 纳静和润真两人都喝醉了 纳静进入了发蒙阶段 眼神迷离 醉酒的润真则变成了大喇叭 把自己所知的屋子里的秘密 全都一吐而快 包括老陈的三千谱 其实比所有人都小了两岁 和喜滋滋办理的修学 还包括纳静喜欢在俊很久的秘密 听完润真的话 在俊久久没有回应 脸上不知是喜是悲 或者也大感震撼 戚风则有些苦涩 眼神不知要看下何处 难道自己的恋情还未开舍 就要被扼杀 润真不小心泄密之后 在俊和纳静之间的关系 就变得有些微妙 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 举止随意 亲密无间 对彼此的认识 从兄妹开始向男女转变 纳静不再轻易被在俊触碰 而在俊也收敛了 疼爱妹妹的方式 总而言之 爱情的存在 让两人有些莫名的疏远起来 纳静与在俊疏远的日子里 戚风的机会来了 最近他带了一本立体化书籍 要在一片马赛克里 看出图形 纳静的眼神一场迟钝 怎么也看不见里面隐藏的画 不甘心的他和戚风打赌 这周末之前 一定要看见一个图形 若还是看不见 就要给戚风十万含园 因为打了赌 两人的交流变得多起来 戚风总是暗示 想让纳静明天来看自己的比赛 在赛场上 才能展示他最帅气的一面 见到纳静不是很愿意 戚风只好谎称 如果有女孩来加油 就能帮自己开运 顺利赢下比赛 这番奇妙玄玄 终于把纳静哄去了球赛场 下午赶回学校时 天上下起大雨 纳静冒雨 小跑不小心扭上了脚 他一拳一拐的 来到公用电话亭 给家里打去电话 由于心急 电话一接通 他就连珠炮的 说着自己摔跤 让妈妈来带他回家 谁知对话那头的人是赛俊 赛俊很快就打着伞 找到纳静 背着他往家里走 赛俊帮他处理了伤口 又抱着纳静 去浴室清理摔伤的屋子 趴在赛俊的肩膀上 纳静内心的波澜 再也无法平复 喜滋滋的弟弟 最近受不了爸爸的高压教育 离家出走 来了首尔 找到哥哥求收留 此时的喜滋滋 已经半脸休学 却不想让家人知道 为了能够负担自己的生活 他四处打零工 夜晚喜滋滋委托海太和三千谱 带着弟弟回到合宿楼 暂住一晚 店铺打烊后 喜滋滋和妈妈打电话 电话那头 妈妈爱声叹气 叹息自己和孩子们 遇上这样一个狂暴的父亲 希望喜滋滋 能在首尔好好读书 站稳脚跟 再也不要回家忍受父亲 这些话让喜滋滋百感交集 在俊看见弟弟回家后 便溜出门等待下班的喜滋滋 和他就喝一杯 两人躲在雨棚下 聊着喜滋滋的家庭和父亲 聊着他向往唱歌的人生 能用旋律抒发情感 喜滋滋从小到大都没有过自由 更不知道所谓的理想 所以离开家后才会如此坚定的要休学 想要寻找自己究竟想做什么 戴俊完全理解他的心情 并建议喜滋滋去参加校园歌手赛 既然羡慕歌手 就去尝试唱歌 不求有所成就 就当是享受自由的体验 夜晚喜滋滋和弟弟睡在房间里 弟弟无意中看见他的休学申请 先是大吃一惊 而后又对哥哥的勇敢表示钦佩 弟弟说起来自己的理想 他喜欢烹饪 希望能成为面点师 未来去大酒店担任厨师长 这个理想虽然不大 但也饱含炙热 喜滋滋有些感慨 年轻的弟弟都有梦想 自己更应该努力探索未来的道路 隔天大嘴巴在军 就把喜滋滋参加校园歌手赛的事告诉所有人 海滋推荐了一个认识的学长 据说是个写歌高手 能帮喜滋滋量身定制歌曲 转眼来到比赛预选这天 喜滋滋在海滋和三千谱的鼓励下走上了舞台 可没过一会儿 喜滋滋却一脸失落地走了出来 原来学长声称的原创歌曲居然是飘泄来的曲子 评委们以抄袭为由淘汰了喜滋滋 文言海滋立刻卷起袖子 冲进音乐室里要找学长打一架 今天是戚风翘首以盼的比赛 但是她却没有在观众席上看见纳静 原来临出门时 妈妈的身体出了一些情况 纳静连忙陪她去了医院 因此耽搁了时间 等到赶去赛场时 比赛正好已经结束 戚风的队伍大获全胜 休息室里的戚风并没有其他队友那么开心 毕竟想见的人没有出现 她摘下帽子 只见冒岩内部 卡着一张纳静的照片 戚风又笑了出来 仿佛纳静的脸就是传递力量和快乐的幸运服 夜晚起风给纳静打电话 询问她今日为何没来 嘴边那句告白却依然说不出口 临近新年的一天 纳静刚睁眼就听到妈妈来报喜 外面下次要出血 纳静第一时间想到的人就是在剧 立刻闯进她的房间里 拉着哥哥一起看雪 或许是被出血的氛围感染 纳静憋了一整年的告白 终于被说出口 正如润真酒后所言那样 自己确实很喜欢在剧 说完 纳静低着头满脸羞涩 在剧正想说什么 纳静突然钻进她的怀里 让在剧不要急着发声 她确实喜欢哥哥 但这件事和哥哥并没有关系 纳静也不愿让在剧难堪 所以她请求在剧 往后若是自己又忍不住告白 求让在剧保持沉默 抱住自己就行 从在剧的房间离开 纳静迎面碰上了戚风 她正准备去晨跑 纳静为她戴上了兜帽 俏皮的说着 外面下了出血 一大早就感受到爱情力量的戚风 充满着开心的能量 这天还抬提出 自己收到十张电影票 需要有人消费 但屋子里的人全都各自有事 最后只剩下纳静和在剧 来到了电影院里 观影时 纳静的目光 全程都在在剧身上 而在剧却却在认真的看电影 一秒都没空和纳静交流 回家后 纳静和润真谈心 看来在剧根本没有把自己当成女人看待 这时三千谱爸爸打了电话 热情邀请和宿屋的孩子 新年去他们老家玩耍 三千谱爸爸会准备美味海产招待他们 于是三千谱准备回家这天 莫名其妙发现 多了三个同行者 海泰 润真 和纳静 一问之下才知道 他们都是要来自家做客 如果弟弟一惨 三千谱的爸妈就准备了 从未见到的巨大海螺 让纳静目瞪口呆 一边吃着 三千谱的爸爸计划着 明日带着孩子们乘坐渔船 去海上看日出 这时村里的广播响起 号召村民去政府门口抗议 反对把家乡和临时合并 失去家乡的名字 三千谱的爸爸是抗议领队 但跳着跳着 海泰却觉得不对位 于是亲自上阵 带着纳静和三千谱跳起了舞 火生生把抗议活动 变成广场舞 连助手的警察都忍不住小猪声 戚风今日原本要和棒球队签约 但因为下雪 导致对方教练飞机延误 赶成了明天 戚风立刻登上 前往三千谱老家的大巴 迫不及待想和纳静团聚 谁知戚风一到 就被三千谱的奶奶缠上 妈妈悄悄告诉 留在家中的润真 奶奶特别喜欢帅哥 抗议行动进行到一半 村里派来了半吊子防暴队 在和村民推草上 不小心掉了一个催泪弹 大静直接被刺激的气体 寻晕了过去 被海太匆匆背回了三千谱家 一会儿政府同意 派三个市民代表进行商谈 在首尔上学的三千谱 立刻被推举 突然被委以重任 三千谱准备好好发挥 他主动提出 不要在两个市区名字二选一 另创一个结合两者的新名字 谁知刚说完 就被所有人吐槽不断 三千谱立刻眼气息过 再也不敢发声 家里的七峰正在听奶奶的初恋故事 外面突然有人求助 村里一个醉汉不小心落水 危在旦夕 但村里的男人们全都去抗议了 夫人们不知该怎么办 七峰立刻挺身而出 跳进海里将醉汉救上 随后因为受凉和纳静一起 躺在屋子里休养 虽然身体难受 但和纳静躺在一起 七峰还是觉得十分幸福 临近午夜 七峰准备搭乘早班车为首尔 明日还要和教练签约 他收拾好行李 刚准备离开 纳静就醒过来 坚持要送七峰去坐车 看见七峰如此来去匆匆 纳静不理解他为何要来回奔波 这时七峰终于忍不住 认真地告诉纳静 他坐了六小时大巴过来 只是为了见纳静一面 希望纳静能够明白自己对他的爱 七峰并不急着要纳静的回应 也知道纳静喜欢的人是在聚 只是过了今晚就是新年 他不希望把遗憾留到明年 看着车站的时钟 戚风倒数着 新年一到 他就俯身亲吻了纳静 隔日天还未亮 三千仆夫子开出渔船 等着孩子们一起出海 结果只来了润真一人 纳静和海太全都起不来 爸爸没有继续等待 再拖就会错过日出 三千仆拉着润真坐在船上 直到驶入远处海域 天边泛起了橙红色的西光 三千仆询问润真是否许了新年愿望 润真回答许了 希望偶像哥哥玩手无相 说完反问三千仆许了什么愿 三千仆小心地看了一眼 在驾驶室瞌睡的爸爸 回答道自己希望能有个初吻 说完他凑近润真 两人亲吻在一起 无法预见的爱情和未来 就这样在新年的第一天 悄悄降临在三千仆和润真的身上 新年假期过后 孩子们再次回到合宿楼里 本着新年要改变形象的想法 纳静和海太开始翻阅时尚杂志 挑选着最新潮的女士发型 突然看见了一个恋爱小贴心 上面写着恋爱中的女人 喜欢在爱人面前露出白皙的脖梗 这样能更显巧皮可爱 纳静立刻抓起刺激浓密的卷发 想让海太看看如何 但奈何海太和纳静之间并无谎话 漏脖梗对她毫无诱惑 与此同时 客厅里的妈妈对着爸爸一甩秀发 爸爸立刻被迷住 直夸妈妈简直就是韩国王祖贤 午餐时间大家纷纷落座 只有润真一人还在楼上磨蹭 爸爸有些不耐烦 当想再催促一举 突然就看见润真走了下来 他将头发梳了起来 在脑后扎了一个小马尾 露出白皙的额头和脖梗 整个人看起来不再阴沉 而是充满了温柔的淑女气质 所有人都惊呆了 只有三千仆忍不住笑意 润真刚坐下 两人就依偎在一起 宣布他们已经成了情侣 朋友们纷纷献上祝福 这时戚风说漏了嘴 称还以为和宿楼里 第一个恋爱的人会是纳静 刚说完 爸爸就嗅到了不一样的气息 他精明的扫射 剩下的几个男孩 很明显这些人里 已经有人和纳静 友情以上只是恋人未满 他立刻锁定了自己理想的女婿 戚风 而妈妈则看向乖巧的喜滋滋 更喜欢他成为自己的准女婿 只有载俊站在一旁 心中无味杂陈 纳静加入了大学里的电影社团 这周五 社团长举办了一场活动 要求社员必须带着伴侣前来 否则就要进行罚款 纳静立刻想到载俊 他排了长长的队伍 给载俊的呼吸留言 希望他能陪自己参加活动 不一会儿纳静就收到载俊的回复 对方欣然答应 还让纳静今晚早些回家 自己有话对他说 纳静满心欢喜 一放学就奔回家中 可等待他的消息 居然是载俊要搬出核宿楼 纳静面露悲伤 以为载俊是要逃避自己的爱慕 这才选择离开 然而载俊解释者并非如此 只是因为他的亲二哥即将退伍 载俊要和二哥住在一起 顺便照顾他 听完载俊的解释 纳静这才勉强接受他离开的事实 当晚所有人再次聚在一起喝酒 酒后的润真又一次成了秘密宣传机 不出意外地又提到 纳静对载俊表白的事 还指责载俊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是个逃避感情的懦夫 这句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不远 三千谱只好把润真拖回房间 齐峰的心里也很难受 离开的同时 不忘带着喝醉的纳静一起 随后只剩下载俊和海太而来 见到载俊心事重重 海太索性邀请他来到杂货店外续探 顺便说说真正的心事 海太想知道载俊究竟喜不喜欢纳静 但载俊依然避开这个话题 只是遗憾 两人如果只是普通的朋友就好 这样的话不必等待纳静 自己都会先对他表白 偏偏两家人的关系 是比亲人还亲近的关系 载俊无法轻易接受 把纳静这个妹妹当成恋人的过渡 电影社团活动这天 载俊正在开研讨会 不抢投影仪出了问题 修理耗费了很长时间 载俊在座位上坐立不安 眼叹早就超过和纳静约定的时间 最终载俊还是撬了研讨会 急匆匆的来到活动地点 但苦等许久的纳静早已不见踪影 放了纳静的鸽子 载俊自己心中也不好受 他开车回家 却停在路口迟迟不愿下车 这时戚风只好在做夜间运动 两人便一起玩几棒球 几番投球之后 戚风对载俊开口 其实自己也和纳静告白 因为单相思实在没有意义 表白心意后被拒绝 也比独自隐忍痛快 戚风之所以说出这件事 是因为他也察觉到 其实载俊也喜欢纳静 只是因为某些原因 不敢接受这份感情 听到戚风的话 载俊颇有感触 或许对方说的对 独自隐忍并不是什么好办法 或许犹到最后 反而让纳静被其他人抢走 他决定要回应纳静的告白 让对方知道 自己也一直喜欢他 戚风没想到 自己的敲打 居然成了鼓励载俊的动力 但没关系 戚风也不会认输 只要纳静没有选择载俊 他就还有机会 两人借着投掷棒球的游戏 正式的感情上进行宣战 不久后 载俊搬离了和宿楼 紧接着戚风正式住了进来 和大家成了摄友 几个月之后 妈妈生下一名男孩小俊 小俊一出生 就被楼里的哥哥们 集体宠爱 轮番抱着 让妈妈省了不少带孩子功夫 某天妈妈告诉纳静 再俊大哥即将结婚 让他给再俊和二哥 烧取一些东西 这是两人阔别已久 再次见面 纳静出发前 细心地整理了仪容 化了笔脚的妆容 但最后还是全都洗掉 用最普通的模样出了门 推开再俊和二哥的家 简直就像个垃圾场 二哥穿戴整齐 正要出门约会时 再俊也像了般 他看起来十分疲倦 镜次走向沙发 脱下衣服就要睡觉 若不是二哥提醒 他根本就没看见 纳静这么大的人 躲在一旁 在二哥的嘱咐下 再俊还是打起精神 送纳静回家 沿途两人一起吃了炒年糕 分别并没有疏远彼此的感情 他们依然嬉笑怒骂 互相打趣 临别时也紧紧地 拥抱在一起 纳静回到合宿楼里 海泰正在说着 自己最近交往的女生们 性感可爱 恶趣特色 这时 纳静提起了另一个女生 那是海泰 在学校里第一个喜欢的学姐 听到学姐的名字 海泰突然停止了侃侃而谈 似乎触碰到 内心敏感的地方 后来纳静知道 即使再花心的男人 也有一个绝对脆弱的领悟 那便是自己的初恋 在俊回家后 二哥告诉他 明日大哥的婚礼上 他的初恋女友也会出席 说完二哥小心地观察 在俊的神态变化 但在俊似乎没什么波澜 直言自己早就忘了初恋 如今有了喜欢的人 婚礼过后就准备对他表白 八卦的二哥十分兴奋 立刻打听着女方的信息 在俊只是模糊地描述了一番 并声称对方明日也会出席婚礼 二哥也认识他 隔天婚礼上 在俊三兄弟和父母 一起站在大门口迎宾 爸爸妈妈带着纳静出现 今日纳静穿上小裙子 看起来十分温柔美丽 在俊爸妈都忍不住打去 让他嫁给自家的小儿子 这句话让纳静和在俊都心中暗心 只有纳静爸爸回答 他们在一起一定整日打架 不得安生 婚宴上在俊的初恋果然不期而至 一下就抢走了在俊身边的位置 这原本是纳静的作为 这下他只能被赶去和朋友们一坐 海泰和润珍等人都在远处观察着 初恋和在俊的交流 只见两人相谈甚欢 润珍公正评价 初恋看起来更加成熟 有女人为 和在俊看起来更加般配 这番话可把纳静气得够呛 不一会儿 在俊的医院有事 需要回去处理 初恋表示自己也准备离开 于是搭了在俊的便车 躲在车里 初恋似乎有意想与他重修就好 但在俊并没有给他机会 但是留在婚礼现场的纳静并不知道 还以为在俊十分开心与初恋重逢 婚礼结束后 纳静急忙赶往百货商场 今天他约好了和七峰一起见面 但前往的路上塞车不断 纳静坐在公车上十分交集 忽然此时 所有人的呼机都想了起来 仿佛发生了什么大事 纳静往窗外一看 大厦上的屏幕里 正在紧急播报一起灾难 纳静和七峰约定见面的大厦 突然坍塌 大约九百人被困其中 同时得知这件事的朋友们 第一个放下手里的事 着急地给纳静和七峰留言 因为他们知道 今天这两人正好去了百货公司 润真更是着急地哭了出来 纳静出下公交车 往大厦的废墟赶去 就在过马路的时候 他看见了站在对面 与自己招手的七峰 这一刻感激与清静的情感 涌上纳静的心头 等到七峰走过来后 纳静大哭着拥抱了他 感谢命运赠予了两人的幸运 今日 在俊的医院接受了大难伤者 忙得影节不暇 站在拥挤的病房里 在俊见识到了世间所有的不幸 他认出其中一名死者 正是今日才见过的病患家属 上午还与自己笑着交谈的人 下午就成了冰冷的尸体 在俊的心情十分难受 默默地流下眼泪 又过了一段时间 大楼坍塌带来的阴蛮 逐渐在民众心中赞去 生活也开始慢慢恢复正常 这时 在俊终于对二哥坦白 自己喜欢的人就是纳静 勇敢迈出第一步后 在俊也在努力地改变 将纳静视为妹妹的印象 这天 两人约好一起去看音乐剧 在俊不再将纳静视为妹妹 而是当作自己喜欢的女人看待 他向纳静伸出手 将这一次作为两人踏入恋爱的第一次约会 纳静不小心把社团费用弄丢 整整三十万韩元 他翻箱倒柜急得焦头烂额 论真建议纳静先找妈妈借 之后再慢慢还给他 但纳静摇摇头 妈妈这种性格一定会比自己还心急 这时 论真突然想起 今天再俊回来了 他让纳静找再俊借钱 一项神经大条的再俊 根本没有经济观念 说不定过几天就忘了借钱这件事 纳静还能不用还钱 纳静默默竖起大拇指 转头就来到客厅 盯着正在吃饭的再俊 纳静伸手摸摸他的脸 搬出和宿楼之外 再也没人提醒他 洗完脸之后要擦乳液 皮肤变差了不少 再俊也不客气地 对纳静的小身板悄悄打打 指责自己离开后 他就没有锻炼身体 说完就在原地扎起马步 让纳静也做个 纳静一直都有摇伤 扎马步实属高难度动作 刚完去膝盖就摇摇晃晃 跌倒在地上 这时载静吃完饭 准备起身离开 纳静联盟追上钱 拍口向他借钱 载静趁机提出 若是纳静能成功扎马步五秒 就把钱借给他 纳静咬咬牙答应下来 突然载静想到什么事的 让纳静明晚来医院找自己 他有话要说 纳静满口答应 顺口说起今天还要给戚风补课 这句话让载静萌生了醋叶 和纳静拥抱分别时 显得无比敷衍 但纳静并不知道载静是在吃醋 对他的冷淡反应有些忐忑 生怕载静明天会对自己 说出拒绝的话来 隔天纳静给戚风补习 说起这次的作业 是介绍自己的人生导师 但戚风对此毫无概念 纳静无法替他决定偶像 只好叮嘱他 一定要找一个出来 回家后 纳静在润针的监督下 苦练扎马步 顺口说起 明天要和载静见面的事 纳静掩饰不住心中的焦虑 觉得一定是自己 最近太黏载静 对方或许是要提醒他 克制一些 润针也觉得有道理 这让纳静心中的退堂股 越来越小 最后决定找个比较的借口 拒绝这次会面 然而明天对载静来说 是个大日子 他准备好了项链 决定对纳静表白 戚风在棒球队内 是王牌选手 因此遭到几个 替补选手的妒忌 一次在球场上 搬运器解释 将沉重的钢筋架子 压在戚风的脚背上 直接让他受了伤 痛得坐在地上 主教练其实早就注意到 这个替补选手 对戚风慢慢的离异 之前只是口头提醒 但这回直接弄伤了王牌 主教练十分气愤 训练结束后 就把替补叫出来 好好谈一谈 果然替补的内心 充满着妒忌和恨意 觉得戚风仗着家世好 才混到了首发王牌 自己的爸爸只是在南大门 卖袜子 活该一辈子出不了头 然而这些话 在主教练听来 都是替补为自己 不努力找的借口 因为戚风在成为王牌之前 也默默当了很久的 无名之辈 他每天都坚持训练 风雨无阻 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别人能够戴着 有色眼镜看待 但主教练 必须要为戚风证明 这一席话 让替补瞬间满心羞愧 今晚就要和纳静告白 在军心情愉快 往脸上抹了不少护肤品 然而不一会儿 纳静却打了电话 谎称润针生了病 无法自主行动 自己只好留在家照顾他 今晚不能复约 在军有些失落 但还是强势地要求 纳静来医院一趟 不管多晚都可以 戚风来到医院看脚 顺便给做了蓝尾手术的 洗滋滋打电话 等检查结束 就去病房找他玩 关掉电话后 在军照例来探望喜滋滋 听说了戚风脚受伤的事 这时三千谱走来 给喜滋滋送来要看的书 在军突然有些明白 若是认真受伤 身为男友的三千谱 一定会陪在他身边 哪有空给喜滋滋送书 结合戚风受伤的事 或许纳静真正要照顾的人 是戚风 在军的心情跌落低谷 回到宿舍 就和舍友要了一包烟 打算排解忧思 转眼一包烟都被在军抽完 但心情还是持续低迷 他今晚依然会等着纳静 只是对自己的告白结果 有些担心 害怕纳静的心 偏向了戚风 转身他又来到喜滋滋的病房 却看见戚风也在这里 疑问之下得知 今日戚风一整天 都在医院做检查 这让戚俊又恢复了些许活力 至少能肯定 纳静绝不是因为照顾戚风 才无法赴约 不一会儿 纳静来到了医院门口 他原本只想在远处扎个马布 然后就让载郡给自己打钱 但载郡却一直招手让他过来 纳静知道自己还是躲不过 载郡要说的话 索性张开双手 做出拥抱动作 让载郡朝自己走来 载郡加快了脚步 但是没有选择拥抱纳静 而是捧着他的脸亲吻着 他并没有说话 而是用行动说明了自己的告白 今晚戚风收到一些袜子 全是替补送来的道歉礼物 戚风很开心 立刻给对方回了电话 期间谈到人生导师这件事 戚风听完觉得替补的偶像很不错 于是据为己有 隔天在电视采访里 他告诉记者 自己喜欢一个国外的棒球运动员 因为他有一句有名的格言 比赛在真正结束前都不算结束 这句话也是用于他对纳静的感情 在俊爆白之后 立刻回到宿舍换下白大褂 带着纳静一起去吃夜宵 纳静的心情还未平复 显得十分手足无措 但真的冷静之后 却又鼻头一酸 倒在在俊怀中哭了出来 他为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爱情而感动 在俊则心疼地拥着纳静 连连说着抱歉 是自己的犹豫让他等候了这么久 深夜在俊送纳静回家 陷入热恋的纳静 执意要拥抱亲吻 在俊只好悄悄地在门口和他吻别 这天妈妈接到了海太妈妈的电话 声称接到办事处年轻人 忘了寄出海太的服役通知 导致明日要入伍 若是没有及时报道 就要按逃营处理 海太只好匆匆地来到部队 来不及和朋友们告别 转眼几个月过去 纳静收到海太从部队寄来的第一封信 信中海太直言 军营里的生活水深火热 身为新兵 自然逃不过前辈们的言行辱骂 偏偏负责海太的前辈还是个戏精 各种花样折磨的海太十分心累 他无比想念和宿楼里的各位 继海太离开后 戚风也要前往日本集训 临走前一天 朋友们又聚在和宿楼里喝酒 大家聊起了前几年世界末日的传闻 三千谱和戚风约定 1999年的最后一天再回到和宿楼里相聚 若是地球真的爆炸 大家就死在一起 若只是谣传 就当作是一场聚会 久过三续 喝醉的润珍再次打开潘多拉的磨盒 句句话都戳在每个人的痛处 先是喜滋滋的情感成迷 他的出伟对象居然是载聚 戚风也一样 明明是个受欢迎的榜球明星 在感情上却如此卑微 不敢放开去追求喜欢的人 说完还不忘补刀 称昨晚纳静和在郡接吻了 这两人十分甜蜜 戚风的爱情注定没有结果 戚风果然备受打击 一个人默默地收拾行李 喜滋滋走进房间 告诉戚风自己有预感 他去了日本发展后 就不会再回到韩国 今晚或许是戚风和纳静 在一起的最后一夜 这句伤感的话提醒了戚风 他意识到有些事错过了机会 遗憾的或许就是一辈子 于是他又邀请了纳静一起去喝酒 突然窗外飘起了雪花 雪叶原本最适合告白 但如今戚风已经错失了最佳的机会 他只好和纳静约定 若是几年后两人有缘再见 彼此身边都没有恋人 那就正式谈一场恋爱 临走时戚风把自己的帽子送给纳静 冒岩内侧依然还贴着纳静的照片 那是戚风一直以来的幸运服 这天夜晚 纳静第一次以女朋友的身份 和在俊一起出席了同学聚会 餐桌上在俊一改平日里 邋遢随意的模样 和朋友们侃侃而谈 时不时照顾着一旁的纳静 尽显成熟大人的魅力 纳静很惊喜 聚会结束后紧紧抱着在俊 感慨着自己原来有一个宝藏男友 喜滋滋还未和父母坦白休学的事 就遇上了父亲重病入院 他立刻赶回家看望 弟弟告诉他 父亲的情况不妙 手术只有一半的治愈率 兄弟两人走进重症病房看望 病重的父亲还害怕耽误了喜滋滋的学业 劝他不要担心家里情况 这让喜滋滋羞愧落泪 更加无法开口坦白 妈妈也劝喜滋滋快些回到朔尔读书 临走时还塞给他一碟零花钱 或许是家中突遭变过 让他一夜之间成熟了许多 最终喜滋滋没有说出休学的事 他决定要重回校园开始读书 不能辜负父母的期望 其实人生价值并不止追求梦想这一件事 最珍贵的家人其实和梦想一样宝贵 为所爱之人改变梦想 依然是件帅气的事 在俊阁纳静恋爱之后 回到和苏楼的频率明显增多 两人的恋情是瞒着父母偷偷进行 辣静又十分黏着再俊 抓住一切机会对他搂搂抱抱 因此难免会被父母撞上 但令人放心的是 就算爸爸看见两人抱在一起 也只会以为他们俩又在打架 这个认知让再俊既庆幸 又有些隐隐的失落 因为他恰恰说明了 辣静的父母从来都没想过 把自己当成女婿看待 爸爸依然对戚风念念不忘 妈妈也还是忠意着喜滋滋 当晚再俊要离开合宿楼时 辣静立刻跳起来要送他一程 但立刻被再俊按回了房间 直言父母俩都在客厅 最好不要表现得太过亲密 可再俊已踏出大门口 辣静还是跑到阳台和他摇乡送边 眼中全是依依不舍 正当两人对视传情 妈妈突然打开大门 塞了一堆食物给再俊带走 嘱咐着要常回家看一看 认真是明星徐太志的狂热粉丝 然而最近传出了徐太志要隐退的消息 认真和其他同好 天天都来到徐太志家门外守候 让三千普十分不满 几天后 疯狂的粉丝们开始翻进 空无一人的徐太志的家中 带走仅剩下的各种东西 认真也是翻墙人员之一 却因为什么都没抢到 而崩溃大哭 他多想连徐太志家的马桶也搬回家 就算误会 但也能留下一个念想 看着认真伤心的模样 三千普却冷着一张脸 完全无话可说 他根本无法理解追星族的行为 这天夜晚远在外地集训 后天就要出国的戚风 突然得到了一晚回家居住的机会 他立刻乘坐大巴返回首尔 来到公用电话亭 给某人的呼机留下信息 另一边纳静临睡前 呼机上也收到了信息 他立刻穿好衣服外出 来到了一家宾馆门口 门口正坐着三千普和喝得烂醉的润真 今天的润真依然在为偶像买醉沉沦 三千普心中窝火 但也不忍心将他起之不顾 但那静一过来 三千普就撒手离开 一秒也不想照顾润真 另一边 七峰想要见的人原来是载具 两人来到酒馆坐下 七峰拿出一个老旧的棒球 说起他的故事 那是七峰高中时 第一次担任首发队员使用的棒球 但是那场比赛 他遭到了惨败 失败的七峰十分受挫 一连几天都没有参加训练 最后还是主教练找到他 劝他接受现实 争取在下一次胜过对方 于是七峰开始努力训练 终于在一年后 面对同样的队伍 用这颗一年前见证失败的棒球 获得了胜利 现在七峰暂时将棒球 寄存在载君这里 他放下豪言 虽然不懂要多久 但总有一天 自己会回来取回这颗球 载君明白 七峰是在对自己下战书 他未来要抢回的 并不是棒球 而是纳静 再去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默默收下了棒球 隔天电视新闻上 播出了徐太志正式隐退的通告 主持人的话刚落音 二楼就传来 润真响亮的哭声 是此之后 润真整天一泪洗面 油烟不尽 支撑他活下去的是 徐太志过去的歌曲 但更多时候 润真还是想一丝了之 没有偶像活跃的世界 根本没什么值得留恋 润真为偶像寻死灭活的样子 更加刺伤了三千谱的心 他不明白自己才是润真的男友 可他的脑子里 却全是另一个遥不可及的男人 甚至还想为他去死 两天后 什么都不吃的润真 终于被爸爸从屋里扛了出来 在妈妈的劝说下喝了一口汤 下一秒就吐了出来 健壮三千谱面色铁青的穿上大衣 气鼓鼓地走出门外 隔天 他搬着徐太志家的马桶回到家 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治愈润真手上的心 见到这一幕 滴落多日的润真终于露出笑容 他在马桶中央种了一棵小树苗 当作对偶像的怀念 夜晚 纳静坐着载俊的车回到家 临别时 纳静还是想要和载俊亲亲 原本载俊十分克制 生怕被爸爸看见 但今晚也忍受不了悸动 一把搂过纳静亲吻起来 这一吻也让载俊充满了力量 他告诉纳静 明晚自己会回家吃晚饭 并告诉爸妈两人正在交往 隔日 载俊一身西装隔履 跪在爸妈面前 坦白自己和纳静的恋情 爸爸却一脸严肃 什么都没有说 载俊把这个态度 看成默认了两人的交往 几天后 戚风抵达日本 往和载楼打了第一通电话 他对所有人问候 唯独在电话要交给纳静时 匆匆挂断 一抬头日本下起了雪 每当下雪时 他就会想起纳静 正因为太过思念 反而不敢去听对方的声音 喜滋滋决定复学 之后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载俊 载俊十分欣慰 立刻把压箱底的学习笔记送给他 希望喜滋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医学生 抱着载俊的学习笔记 喜滋滋觉得心中意暖 他所喜欢的前辈载俊 永远都是那么温柔 喜滋滋第一次见到载俊 是在新生入学聚会上 身为新生 免不了被前辈们疯狂灌酒 喜滋滋原本就惧怕这些社交 但也不得已要硬着头皮去接受 直到喝得呕吐不止 令人兴奋的聚会 对他来说 简直和炼狱没什么两样 隔天还要爬山 身体缠弱的喜滋滋 没走几步 就要坐下喘着大气 路过的前辈们只会催促他 谁也没有伸出援手 直到一个建树的男人 一把夺过喜滋滋的背包 躺在自己身上 帮他减轻一些负担 这个人正是在俊 之后的午餐上 在俊也顺势坐在喜滋滋的身边 男人就这样相识 从回忆中醒来 在俊也要起身离开 临走时 看见喜滋滋穿着单薄 顺手丢了一条围巾 让他围上 喜滋滋总是无法拒绝 在俊略带强势的温柔 不久之后 在俊又搬回了和宿楼 因为爸爸知道 那竟一定会去在俊家 帮他洗衣煮饭 他不愿看到女儿受这个苦 索性让在俊再搬回来 餐桌上 爸爸掏出了一部便携电话 说着自己抓到了一个商机 这种便携电话 只能拨打 不能接听 人们收到传呼信息后 就不必跑去公用电话亭 回电话 十分方便 他已经把家中所有的资产 都买入了便携电话公司股票 就等着发财的那天 在俊这天早早来到医院 他思考了很久 最终还是答应了导师的建议 跟着他一起去釜山实习 只需要在那里度过一年时间 活在之后 在俊就可以比其他人 更早胜任工作岗位 这对在俊的工作规划 是个绝好的机会 唯一让他为难的 只有纳静 但纳静是个懂事的孩子 听完了在俊的决定 他虽然难受 但为了在俊的前途着想 还是放手 让他去往釜山 唯一的要求 就是在俊不能劈腿 回家之后 纳静对润真 倾诉自己的担忧 润真的观点很明确 疏远是感情淡薄的杀手 况且如纳静所言 不只是在俊一个人去釜山 同行的还有几个同妻生 其中就一个女前辈 和在俊十分要好 论真的话 让纳静更加忧郁起来 就连为在俊送别 都无精打财 仿佛在亲手 将爱人送入别人身旁 哪般悲伤 复学后的某次聚餐上 喜滋滋遇见了 主动对自己示好的阿珍学姐 阿珍性格开朗 第一次见到喜滋滋 就亲了她的脸 之后也主动发来呼吸信息 约喜滋滋一起吃饭约会 但有女孩追求 并没有让她感到开心 听完阿珍的留言 喜滋滋反而想和在俊 说说话 听她的声音 喜滋滋拨通了在俊的电话 听到对面传来在俊的嗓音 喜滋滋这才搂出了笑容 转眼时间来到1997年 来到釜山的在俊 在公车上邂逅了一群高中生 其中有一个追星女孩 非要司机将车里音乐调到最大声 引来在俊的不满 两人居然在座位上扭打了起来 司机见状 立刻踩下紧急刹车 一群人瞬间倒成了一团 将在俊压在了最底部 在俊只觉得胳膊一阵疼痛 大喊着自己的手臂脱臼 他并不知道 这几个高中生 也在1997这一年 开启了属于他们的青春时代 纳静听说在俊受了伤 立刻提着两袋子营养品前往釜山看望 正巧自己的生日也快到了 可以和在俊一起度过今年的生日 在俊的伤比想象中更加严重 身为一个医生 他不仅手臂脱臼 颈椎也伤到了 在纳静没来之前 一直都是有女前辈照顾着他 纳静乘坐大巴来到釜山 看见在俊在女前辈的陪同下走来 眼中的柔情瞬间充满了杀气 在俊却丝毫没有察觉到 而是挽着纳静往宿舍走去 直言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今年的生日蛋糕和礼物 听到这句话 纳静提醒在俊 若是再像去年那样 送给自己毫无眼力的礼物 等待他的可能只有分手 去年的生日 在俊蒙着纳静的眼睛 把气氛炒得无比神秘 直言自己准备了 纳静最想要的礼物 纳静的脑中 蹦出一幕幕美好的画面 鲜花 首饰 或是亮晶晶的高跟鞋 然睁开眼摆在自己面前的 只有一个古怪的气线 载静兴冲冲的亲自演示 纳是脊椎康复器材 最适合有腰伤的纳静 纳静只是沉着一张脸 小拳头疯狂地垂着载静 问哪个女生 不想在生日这天 收到这种东西 到家后 两人点好了生日蜡烛 可刚要开吃时 载静的呼吸就滴滴滴响起 医院里来了通知 需要他马上去一趟 实习生的工作 就是如此忙碌 载静没有办法 只好让纳静在家中等待 医院里的任务 一个接着一个 总是做不完 转眼就一夜过去 等载静忙完了所有事 匆匆赶回家时 却不见了纳静的身影 电话也打不通 他下意识觉得 纳静一定是生气 独自返回了首尔 然而没过多久 纳静却带着载静的妈妈 来到医院 原来今天是妈妈 来医院做复诫的日子 载静忙得把什么都忘了 好在有纳静去车站 将她接回来 再看看纳静 一点都没有生气的模样 载静笑得出来 是自己低估了她的优点 安顿好妈妈之后 载静把纳静带回宿舍 将大门繁锁 抱着她 挤在狭小的架子床上小气 怀中的纳静 突然索要生日礼物 但疲惫的载静已经睡着 纳静也闭上了眼睛 阿珍一直在给喜滋滋留言 但她从未给过回复 每当女生 对自己的情感越发迫近 喜滋滋就总是会想起载静 她急切需要聆听 载静的声音 去缓解心中的烦躁 纳静一觉 直接睡到了晚上 醒来时已经天黑 载静的妈妈 早已做完复健离开 见纳静起身 载静便从柜子里 拿出一个小盒子 跪在纳静的面前 神态无比严肃 她坦白地告诉纳静 往后还是会有 许多这样的日子 她会因为医院的工作 而忽略纳静 虽然纳静并不会生气 但载静心中还是很不安 生怕两人会因此疏远 所以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纳静和自己 形影不离 她打开小盒子 里面出现一枚钻戒 这是今年载静 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也是她的求婚礼物 面对载静的求婚 纳静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 但却笑中淡泪 她怎么能拒绝载静 毕竟纳静从小到大的愿望 就是能和哥哥结婚 夜晚载静将纳静送走 一回头看见一个熟悉身影 喜滋滋居然来到了府山 她主动提出 要载静请自己吃饭 餐桌上喜滋滋欲言又止 想将自己的情感 以吐为快 但又因为理智而停在嘴边 她只能告诉载静 自己身边有她存在 真的无比幸福 见完载静后 喜滋滋答应了阿珍的约会邀请 并在送她回家的路上 和她接吻 喜滋滋并不是爱上了阿珍 只是想测试一下 自己是否真的对异性没有兴趣 然而这一晚像是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时间一转多年后 喜滋滋结了婚 在她身边的妻子 正是此时的阿珍 拉近回到首尔后 某天和载静通电话 说起爸爸投资的便携电话 他把自己的嫁妆钱都投了进去 似乎很有自信 载静有些在意 多问了几句 结果发现 这种便携电话 只能在电话亭附近使用 而且只能播出 不能接听 载静立刻大吼起来 这样一来 和公用电话亭有什么区别 似乎早已预料到 爸爸的投资失败 就在海泰的兵役即将结束前 三千普的爸爸打来电话 告知他的兵役状也下来了 不久之后就要去兵营报道 文言三千普大受打击 躲在屋子里不愿见人 润真为了让他恢复活力 想起之前三千普纠缠了自己很久 想去某个景点游玩 润真一直没有同意 但看在他要入伍的份上 润真终于答应下来 果然三千普听说要出发去景点 立刻礼于答顶 从床上蹦起 时间来到2013年 一群朋友们来到纳静家乡去 期间楼上动静不断 纳静只好拉着爸爸上门提醒 谁知女主人打开门 竟然发现 纳静的爸爸和自己的父亲 长得十分相似 更巧的是 两个爸爸还互相认识 立刻勾肩搭背的一起喝酒 纳静连忙喊了丈夫 也上了一句 楼上女主人一见纳静丈夫 记忆猛地被拉回来1997年 当时还是高中生的他 在一个首饰店里 帮再俊挑选了求婚戒指 一时尽忘了 这个男人正是和自己 在公交车上打得不可开交的人 海泰终于退伍 妈妈准备了一桌好菜欢迎他 所有人都齐了荣荣 唯独爸爸狼狈不堪 原来他看中的商机终于爆雷 便携电话昙花一现 所有投资者都输得体无完肤 爸爸手里还囤了许多个电话 见到海泰能回归社会 还想试着怂恿他买下一台 谁知海泰懂得还挺多 立刻对便携电话的失败 谈感而谈 还称那些投资者 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傻瓜 这些话深深刺伤了爸爸 他立刻趴在桌上哭了出来 海泰这才知道 原来大傻瓜就在自己身边 对于投资失败 妈妈虽然没说什么 但阴郁却笼罩着他 纳静告诉朋友们 爸爸往这个项目 投资了一亿韩元 还把这栋房子也抵押出去 家中离破产已经不远 正巧又遇上纳静和再俊准备结婚 让爸妈更加心酸 家庭的困境和即将面临结婚 让纳静也开始把自己当成了大人 开始为如何操持家中财物做打算 这时电视中播放了体育新闻 内容正是关于戚风 戚风这两年一直在日本发展 最近因为治疗旧伤要回国一趟 回到韩国 戚风第一个找到的人就是喜滋滋 两人一起去吃了久违的美食 席间戚风主动提起了纳静要和再俊结婚的事 他故作轻松告诉喜滋滋 自己不会对一个即将要结婚的人继续纠缠 就算心中再怎么不甘心 也只能慢慢去接受 纳静和润真都到了实习期 润真很快找到了工作 但纳静却迟迟没有着落 这天他在等一个证券公司的回复 整颗心都忐忑不安 终于电话线响起 公司通知他前来报道 纳静无比激动 当晚全家人就聚在一起 开启香槟 庆祝纳静找到第一份工作 就在欢声笑语之中 电视上却传出令人心痛的消息 韩国政府宣布向国际货币组织 申请金融援助 韩国一下成了债台高筑的国家 纳静一家人全都愣在了原地 在1997年的末尾 整个亚洲迎来了最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时代的灾祸宛如诅咒 让所有人的生活陷入了困苦 身为棒球教练的纳静爸爸被迫解约 论真的公司暂时无法发出工资 刚刚录取纳静的争论公司 几日后宣布破产 他又被迫重新开始寻找工作 几天后 纳静投递简历的旅行社给出回应 他们决定聘用纳静 只是要外派去海外的分公司工作两年 这对即将要结婚的纳静和在俊 并不是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月就是婚礼的日子 他们连洗帖都准备好了 可是在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下 纳静找到这份工作实属不易 他不想错过机会 在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最终同意延迟婚期 让纳静去海外工作 两年虽然难熬 但他还是会等待纳静回来 之后两人就再也不分开 然而 两人都低估了距离的压力 由于工作忙碌 时间步调也并不一致 渐渐的 对方的电话总是无人接听 对于爱情的期盼 被埋葬在庸碌的生活里 两人就这样 在渐行渐远中分了手 转眼两年过去 纳静回国后不久 就是1999年的最后一天 他依然记得 多年前和朋友们的约定 怕年时要相聚在一起 但今晚 海太和三千普 瑞珍等人都有别的活动 只有纳静一个人 坐在家中 摆好了烧酒和小菜 等待许久 纳静刚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就听见有人上楼的声音 这个唯一前来赴约的人 就是刚刚回国的七峰 他穿越过机场密集的记者 直奔和宿楼而来 为了兑现这场聚会的承诺 两人坐在地上吃着泡面 看着墙上的秒钟慢慢走过零点 七峰对纳静说了一句新年快乐 就像在多年前三千普的老家一样 纳静猛地想起那时候的吻 瞎意识捂住了嘴 但七峰只是笑着 称自己不会再突然亲吻他 千禧年的到来并没有引发任何灾难 世界依然按照原本的规律运转着 润珍依然留在旅行社工作 每天拖着一身疲惫回家 三千普进入一家企业 乖乖当此的社畜 喜滋滋如今已经是个大三的学生 金融危机那年 爸爸辞去了棒球教练的位置 如今时代好转 他又再次回到喜爱的队伍职教 大家的生活似乎都在往美好的方向发展 唯独让人唏嘘的 只有纳静和载聚已分手告终 但这对气风来说 却是命运的垂青 正如他信奉的格言纳班 爱情就像棒球比赛一样 不到中场不分胜负 纳静回国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考取国内的驾照 正好气风也回国休息一段时间 三千普并建议 他顺便和纳静一起把驾照考了 面对朋友们的神助攻 气风欣然接手 隔天就跟着纳静 前往外地的驾校进行各科考试 然而第一科闭试 气风就喜提不及格 让大伙狠狠嘲笑了一番 但气风看起来越挫越勇 坚持明日已要和纳静一起去驾校 纳静接着考下一科 而气风继续补考第一科 谁知这一次又挂了科 纳静实在无言以对 怀疑气风所有的天赋 都点在那运动上 脑子完全是个傻瓜 但气风却没有任何沮丧 而兴致勃勃地准备三战 明日还要前往驾校 纳静完成最后一个考试 而气风继续补考 然而结果并没有什么改变 纳静已经拿到了驾照 气风依然还被困在科医出不来 不过接连失败 并没有让气风受挫 当晚两人还和海泰与女友 一起去看了电影 只是没想到坐在气风旁边的 竟然是一个体育周刊的记者 记者一眼就看穿 气风和纳静的关系不一般 而气风又预感 于是在电影散场后 主动找到记者 让他不要以小道消息的方式 来公开自己的恋情 气风直言 自己十分珍视这段感情 想要正式报白后再公开 到时候一定会给记者一个大独家 话说至此记者只好点头答应 最近在军的亲爸爸 因为身体原因 住进了首尔的医院 纳静爸爸抽空前去看望他 自在军和纳静的婚事高吹后 两家人就少有走动 想想也不免唏嘘 今晚纳静爸爸看完老友后 还和在军见了一面 纳静爸爸告诉在军 当初听说他和纳静恋爱 自己就有些不安 生怕未来两人的感情发生变果 让自己变相地失去了一个儿子 自从纳静哥哥死后 爸爸就把在军当成自己的孩子 感情置身无法用言语形容 所以一家人哪能做到一辈子不相见 爸爸请求在军 无论未来和纳静的关系会变得怎样 至少不要疏远自己和妈妈 偶尔打个电话 隔天爸爸和球队有一场酒局 妈妈则带着弟弟去走亲戚 看见家中的车无人使用 刚拿到驾照的纳静兴致勃勃 立刻邀请朋友们乘坐自己开的车 海太和喜滋滋纷纷拒绝 只有七峰愿意当第一只小白鼠 车辆上路之后 七峰才开始后悔 纳静的驾车技术简直令人心惊胆战 直到天黑 纳静才把七峰送回了公寓 一路惊魂的纳静 已经没有自信再开车回家 他决定把车停在这里 自己打车回去 就在打车时 妈妈打来电话 告知纳静爸爸喝酒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 已经被送去了医院 纳静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 可偏偏这时有没有出租车路过 他只能焦急万分 看着纳静急得快哭出来的脸 七峰犹豫的片刻 拿过纳静的车钥匙 就熟练的开车前往医院 纳静很惊讶 突然明白了什么 但此时不是追究七峰的时候 两人在手术室外等候许久 终于得到爸爸无恙的结果 纳静这才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这时纳静才开始追问七峰关于驾照的事 他抢过七峰的钱包 才发现他早已考取了驾照 七峰坦白 自己的休假时间所剩无几 只想抓紧机会和纳静相处 倘若这一次再错过纳静 自己会追悔莫及 接着七峰说起多年前两人的约定 若是有朝一日 他们都是单身 就好好的谈一场恋爱 听着七峰的再次告白 纳静只是红着眼眶 迟迟没有回答 深夜纳静送七峰回家时 居然在电梯里和在军不期而遇 但三人只是默默看着彼此 谁都没有开口 跟纳静分手之后 在军的感情世界一片空白 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铺在工作上 简直是个拼命三郎 然而自从上一次和纳静爸爸的长谈 以及这次偶遇纳静之后 他觉得逃避并不是一望伤痛的好办法 于是这天下班后 他久违地给纳静打出电话 约他见上一面 两人礼貌地寒暄后 不可避免地说起了分手 提起这件事 纳静忍不住掉下眼泪 叛言直到现在 自己才知道两人分手的原因 时间回到两年前 纳静和在军还在远隔重阳 远距离恋爱 在那两年间 在军的亲妈妈不幸去世 看着在军陷入悲伤 纳静却不能去到他身边陪伴 在军本着不愿纳静担心的心态 直报喜不报忧 操办葬礼期间 又是闲少给纳静打电话 可这却让纳静觉得 更加不安和愧疚 渐渐这股奇怪的亏欠感 取代了两人之间的爱情 不知何时开始 纳静能对在军说的话 除了道歉还是道歉 这样的恋爱 让两人都觉得疲惫不堪 到最后连我爱你三个字 都完全说不出口 今晚回家后 纳静躲在屋里哭了很久 气风多次想要推门而入 但还是没有勇气 她只能用其他办法去安慰纳静 比如趁她加班的时候 专程送去甜品 希望纳静用甜品慢慢治愈内积 深夜纳静即将收工回家时 突然接到电话 今晚气风在外闲逛 居然出了车祸 肩膀受了伤 这对职业运动员来说 简直是大灾难 然而自己受伤 能换来纳静的看护陪伴 气风依然笑脸盈盈 觉得十分幸福 气风入院这几天 纳静每天晚上都来病房陪货 此时她为了避开载聚 她也不想乘坐电梯 每一次都从楼梯间上楼 这天纳静照例来到气风的病房 在门口时 偶遇了载聚的两个同机 和喜滋滋聊天 纳静怕他们认出自己 气氛尴尬 连忙转过身去 却听到他们说起 载聚得了感冒 玩家发烧 正独自在家中休息 联想到载聚孤身一人 无人照顾的模样 纳静心中无比煎熬 默默地捏紧了拳头 气风留意到纳静的反应 心中有些不安 害怕她再次对载聚心生怜悯 会奔赴到对方的身边 于是在吃晚餐时 气风一直转移着纳静的注意力 试图让她的目光 始终聚集在自己身上 纳静虽然满口答应 但气风依然心有余悸 接下来的日子里 气风每天都数着时间 等待纳静的出现 纳静也一直都以照顾 气风为首要的任务 并没有展露任何关心载聚的模样 可是这天 趁纳静出门接电话时 气风却看见她的包里 带着一包治疗感冒的药 这显然是为载聚准备的 气风的内心瞬间又像空了一块 虽然纳静一直在自己身边 但气风的心中 还是有一股难以名状的孤独 将她包围 今晚气风一夜未眠 她终于选择直面内心 承认纳静一直都爱着载聚 自己的爱注定是孤独 且得不到回应的 或许是时候结束这场比赛了 隔天气风决定出院 她谎称自己的肩伤已经愈合 让纳静不必担心 但事实上 她的伤病依然严重 但气风宁愿躲起来独自养伤 也不愿再捆绑着纳静 让她压抑着对载聚的情感 这天晚上纳静正在回家 突然手机收到载聚发来的信息 载聚让纳静来自家一趟 她病了 纳静突然就哭了出来 她想起上一次两人见面时的争吵 纳静知道两人的爱情 并不是败给时间和距离 而是不够坦诚 同想把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对方 以至于到最后双方都在逞强 如果当初他们能够对彼此坦诚 展露脆弱的一面 或许能让感情有了更坚固的羁绊 而载聚今晚的示弱 显然是听进了纳静的话 她需要纳静 无论是开心时还是痛苦时 人生的百一分一秒 载聚都想和最爱的人一起分享 纳静也领悟到载聚无言的告白 她来到载聚家中 一进门就被载聚拉进怀里 打哭不止 载聚捧着纳静的脸 说出了我爱你 随后两人含泪亲吻 再次重归于好 爱情顺利 载聚很快也恢复了健康 神采奕奕地重回岗位 但她却听到一个消息 著名运动员齐峰再次入住了医院 原因是上次艰伤还未痊愈 就提早出院导致后续恶化 纳静听说这个消息 立刻给齐峰打去电话 并在棒球训练场找到她 齐峰见到纳静后 提出自己若是击中远处的目标 纳静就答应她一个愿望 纳静点了点头 下一秒 齐峰就顺利打中目标 可还未开口 纳静就冲过去拥抱了她 齐峰笑了笑 她的愿望正是要纳静抱抱自己 今后齐峰应该不会再和纳静联系 因为她在心中 已经将这段持续多年的单恋 画上句号 不管如何 喜欢纳静的日子 永远都会是 齐峰心中最美好的时光 纳静也感谢齐峰 如此优秀的她 居然爱了自己如此多年 两人礼貌地拥抱离别 彻底告别了一个青春时代 但放手并不容易 在纳静离开后 齐峰坐在观众席上 掩面痛哭了很久 不久之后 齐峰就前往国外 继续自己的棒球征程 纳静和载峰和好之后 又恢复了过去那般 年历的情侣生活 某天夜晚 载峰悄悄溜进和宿楼里 和纳静相拥躺在床上 互相分享工作中遇到的烦恼 突然纳静询问她 要何时对爸爸提出结婚 载峰答应纳静 一定会尽快提亲 这一次纳静乖乖躲在自己身后就行 无论有多大的困难 她都会独自扛下 几天后 载峰和纳静一起 对爸爸坦白 两人已经再次交往 并且打算结婚 爸爸立刻气得大发雷霆 觉得两人简直把结婚当成儿戏 身为长辈 她还没从两年前的悲伤中走出来 爸爸斩钉截铁地告诉载峰和纳静 自己绝对不会出席婚礼 文言载峰面露悲伤 她拉着纳静跪在爸爸面前 无比诚感地说着 这一次他们一定会好好生活 听到这句话 爸爸眼中泪光闪烁 虽然嘴上不饶人 但纳静父母对两个孩子都十分疼爱 最终还是接受了纳静和载峻结婚的决定 转眼时间来到2002年 世界杯再次开始 和苏楼里再次开启集体看球活动 这一年的绿营场上 韩国队暴冷击败意大利队 整个韩国都为之沸腾 和苏楼里也爆发一阵欢呼 趁着大家都开心的时刻 妈妈宣布 和苏楼里最后一个租客海太也要搬出去 从此之后 纳静父母就不再经营和苏楼 妈妈做了一桌饭菜 作为大家聚在一起最后的一餐 临别时刻每个人都有些伤感 饭后海太拿出了 十下最新潮的照相机 让曾经的大家庭在院子里留下合照 几个月后 充满回忆的和苏楼关门了 属于90年代初期 这段火热而单纯的日子就此结束 时代终会落寞 但生活的痕见依然会映刻在每个人心中 无论几岁 这份热情依然能让闪耀的青春更加光彩夺目 本剧结束